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考研究生的时候 我原来是浙江大学能源系的 我本来要去电厂当工程师的 后来当时考研究生的时候 就觉得能不能考得取 那我要考不取北大哲学系连学生 我不能做哲学 那我读装子有什么意思 后来我想明白了 就是说我就是去做一个电厂工程师 我读了装子 那我也跟别人不一样 我是一个读装子的工程师 那当然就 当然这个不一样到底有什么意义 在我那个年纪我还是觉得很有意义 在我这个年纪我会觉得更加有意义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期 一个特殊的时期 那装子的意义 那个力量 至少给我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 装子不是一个绵软无力的思想 那么好 那么关于这个书的推荐 我们就讲到这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主题 就是装子的这个 著述和思想 这个正标题呢 我给了一个说不可言说者 说不可言说者 会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贯通性的主题 是也是我们理解装子的时候 一个特别关键的地方 那么接下来来看 那么装子的著作 我刚才说我们读的本子是郭祥 那为什么这么讲 反正大家要注意 《汉书一文志》里面 注入的装子是52篇 而我们今天看到的装子是33篇 这个33篇本的装子 大家都熟悉 我想不少朋友应该是 很喜欢读装子 即使不喜欢读装子 你也知道装子的那些故事 那装子 33篇本的装子 分为内外杂三个部分 其中是内篇七篇 这个外篇十五篇 杂篇十一篇 内外杂三个部分 那么内外杂三个部分 共33篇 他跟这个 《汉书一文志》里面 注入的52篇本的装子 这个篇幅已经差距了多少 这个差距了 也就是少了40% 大概40%这个 而这个在史记当中 史记司马迁给装子写了一个短的状 是附在老丹传后面 有一个短状 那这个短状里面 司马迁讲 说装子啊 著书十余万年 但是我们今天33篇本的 这个装子啊 只有七万多字 那也就是说 我刚才说的 大概70% 左右的 这样一篇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这个本子 比汉代的时候的那个装子的本子 少了很多 那这个少的是怎么少的 这个少的是郭向 做的这个山靴整理 郭向呢 他开始 当那个时代就开始 非常多的人注装子 在当时这个危机时期啊 注装子呢 是很盛行的 现在我们回头看呢 当时注装子的应该有几十家 其中影响最大的 司马彪 崔传 相秀和郭向 相秀我们大家知道 是竹林七千之一 那么司马彪 大家要注意 司马彪注的这个装子本 是52篇本 当然大家要注意 这里面还有细致的分别 司马彪 司马彪注的是52篇本 是不是说 这个52篇本 就跟汉书一文字里面注录 就班户看到 那个52篇本 是一个本子 这个不一定 这个钟泰先生在 装子芭蕾里面去讲 就这里面啊 可能 司马彪那个本子 跟这个汉书一文字里注录的 那个应该是有点差别的 但是呢 我们回头看 看这个路德明 这个经典诗文 路德明经典诗文里面 关于庄子啊 这个就讲 说那篇各家并同 那篇各家并同 也就是说 甭管有多少家 这个庄子 甭管有多少传本 那篇大家都是一致 外杂篇却有不同 有的呢 是有外而无杂 也就是有的只有外篇 没有杂篇 那么郭向 在那个时代 因为这个庄子 已经成为核心经典 因为那个时代 特定的时代的风气 士大夫的那个精神趣味 所以大家普遍的都庄子 所以这个注装的人特别多 那么郭向 在向秀的基础之上 开始注重 郭向跟向秀的这个 之间那个关系 我们不讲 因为不是我们的主题 我们的主题不是讲郭向 那么郭向呢 删掉大概 百分之三 百分之三十多 百分之三十多 这样的内容 那么为什么 因为郭向发现 这个 他原本看到的这个庄子 外篇杂篇里 庞杂的东西太多 那这个郭向的话讲 或类山海经 或类詹梦书 就有些内容啊 像这个山海经一样 有些内容呢 像这个詹梦书一样 这个王淑敏先生 曾经做过这个 庄子的译文的搜集 就是把这个此前的经典当中 引用的庄子的话 不见于金本庄子的 这些画汇集在一块 那有些画看起来 是非常荒唐的 比如说 蜻蜓的眼睛啊 埋在地下 什么时间 埋在地下 隔了三年以后 这个眼睛 蜻蜓的眼睛 化为珍珠 等等这样的东西 那这样的东西 那郭向你看 这个不可能是庄子啊 这不可能是庄子 作为一个哲学家 所留下的文章 所以呢 他就把这个部分删掉 那么把这个部分删掉以后呢 他应该是 对剩下来的外达篇的篇章 还做了归类 做了些整理的归类 这个体现的最充分的就是 三十三篇本庄子的最后一章 三十三篇庄子本的最后一章 大家要注意 最后一篇是天下篇 天下篇最后一章 居然是在讲会诗 非常有趣 其实天下篇 如果是倒数第二章作为结尾的话 那个结尾是恰当的 因为天下篇倒数第二章讲的是庄子 庄子这个书 最后在天下篇里面 介绍先行的几家思想 然后最后以庄子的思想的产发 概括作为全书的结尾 这是恰当的 结果偏偏多出了一个 在庄子之后又又又又讲会诗 这个很有意思 而之前呢 我们在这个这个经典文本当中的 就有记录 就有相关的记录 就文文献上是有记载的 说呢这个庄子当中 应该原本有一篇就是会诗篇 那后来文献一雄等人 就认为 这个现在庄子的最后一章 就会诗这一章 应该是原来的会诗篇 这个原来的会诗篇 被郭相合并到天下林 而且放在了全书的最后 这个为什么放在全书的最后 因为会诗啊 是明辩家 而明辩的这个传统 恰恰是魏晋时期最盛行的传统 郭相把会诗放在最后 我个人认为是针对他自己那个时代 就是那个时代的 其实每个时代的人著作 他写东西 无论如何 还是在针对自己这个时代的 这个各方面的思想的价值 各方面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再次强调 我们现在大家读到的庄子 就是郭相文的庄子 是郭相整理以后的这个庄子 但是整理的范围 被整理过的范围是在哪呢 是在外篇和杂篇 那篇是各家并同的 所以那篇的文本 只要在那篇里面 轻易不要随便说一句 这是假的 这一章是假的 如果这一章是假的 那你那篇 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高度的一致性 像庄子这个文本 它经过那么多的传超 那篇为什么有这么高程度的一致性 这种那篇各家并同 它暗示了一点 就是那篇文本的整体性 这是我要特别凸显跟强调的一点 好 那么这是我们要讲 介绍庄子这个书和郭相的这个关系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进入下面的这个内容呢 就是既然谈到了 那篇外篇杂篇 那篇七篇 外篇 这个十五篇 杂篇十一篇 那内外杂哪个部分 是庄子本人做的呢 或者说全都是庄子本人写的 全都是庄子本人写的 这个应该 这个应该完全不成立 因为里面 我们不得不说 庄子外杂篇里 有太浅漏的这个文字 比如几个例子 说戒 让亡 道治 于父 我居然看到 有些这个研究者居然 讲庄子的时候 隐于父 把于父这篇作为庄子的 这个境界的体现 这是哑人失效 这说明这个人 不仅庄子没做好 东坡的这个讲法 他也没体会到 苏东坡当年读庄子 那个时候呢 没有这个 没有现在我们这样的 这个祥密的这个考证研究 在东坡读庄子 读了之后 熟读庄子以后说这个 哎呀 别的篇章我不敢讲 是吧 苏东坡说 那真是个天分高的人 至少有四篇 绝非庄子本人所作 这个所作 那四篇 就是我刚才念的 说见 让盲 这个于父道志 那这四篇 断然不是庄子本人所作 这个我觉得 真是 这个了不起的建设 就是天分高 那王传山 刚才我 这个推荐的这本书 这个书给你 那王富之 直接看这个 这个在庄子节目明确讲 这个外篇十五篇 全都不是庄子 做 他说 这是后世学庄者为之 我这是了不起的建设 这个后世学庄者 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很重要 因为我们一般人呢 会觉得 有一个概念 叫庄子后学 我们学识期里 有人讲 叫庄子后学 庄子后学 也就意味着 庄子有学生 而且不仅有一代的学生 后面还有代代的学生 这个呀 不大有根据 这个一会儿 我们会来讲 这个事情 这个不大有根据 庄子有没有学生 这个至少庄子那七篇里面 没有一处提到庄子的弟子 提到庄子的弟子 在拜杂篇 这个比如这个杂篇里面 这个列与扣篇 就是庄子 三十三篇本庄子的 倒数第二天 这个庄周死那一段 这个庄子 叫庄子快要死了 他的弟子说 老师你去吧 我要 我会后葬你的 这个庄子呢 立刻展现出了 这个自己的联想 说你干嘛要后葬我 我以为天地为官国 日月为连笔 星辰为诸籍 万物为继续 是吧 这些整个都是我的陪葬品啊 是吧 然后他的那个弟子就说 老师啊 我不瞒你的话 你会被乌鸦和这个各种鸟吃的 一瞬间就把庄子 从这个美好的想象中 临终前美好的想象里面 拉回到现实世界里 然后庄子很无奈地说 说哎呀 我在上面呢 会被这个鸟吃 我在下面会被蝼蚁吃 我怎么能后子薄笔呢 这个大概让人觉得 哇 这个庄子的弟子 这个呀 这段关于庄子临终前的这段 应该是后世学庄之美之 这真的不是庄子本 回头一会儿 一会儿我可以告诉你 庄子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 你真正深入去读 庄子应该是一个严肃至极的人 他那个思想之 尘前深知 绝非一个骨骑 骨骑险制之 所能体现 有人觉得庄子搞笑 庄子搞笑 有人觉得庄子 这个想象里灰 这个不寻 不寻常轨 那你不寻常轨 那是背后有他的 住宿的不得已 他不得不这样行 注意庄子那期篇 后回头我们看 他不得不这样行 为什么说他不得不这样行 这个事以后我们要来看 后世学庄者 那个这个王福智就讲 这是后世学庄者为止 其中他 王福智是文体大家 这些人当然都是 这本身自己又是思想家 同时又是大 这个文体大家 所以读久了之后 他们对文章那个固有的脉络 都有极深入的体会 你像为什么这个 这个苏东坡一看 这个绝不是庄子做的 这几篇绝对不是庄子做的 那这个王川山一读之后 说外篇绝非庄子 这个这个所作 他为什么能这样看 就是因为他本身 就是大文体家 这个文章不是这么写的 对吧 这个王福智这个说 说马其龙一篇 说这个文字 这个软美肤素 这个文字怎么可能是庄子写的 所以回到 回到这个地方来 那后世学庄 这个概念也很重要 那好了 那刚才那个问题还在 有几种可能 内外杂全都是庄子所作 这个应该是个成绩 这个应该是个成绩 大部分学者 都不认同这个 因为差别太明显 文风的差别 思想境界的差别 思想主题的差别 对人物评价的差别 差别太大了 所以这是第一点 这个不可能是第一点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 到底内篇是庄子本人所作 还是外杂篇是庄子本人所作 这也就是大问题 这个问题呢 一直有争议 大部分学者其实都认为 那篇是庄子本人的作品 而外杂篇不是 但是呢 即使持这样的观点 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根据 也并没有特别充分的根据 这个东西啊 你拿不出充分的理由来 你拿不出 提不出这个明确的根据 你这个讲法 就只能是一个主观的 包括我们说文风文体 那个王夫之本人 像王川山本人 是这个文体大将 但他对文章的感觉 他没法传达给你 那个他对文章的感觉 是非常个体化 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 作为一个有效的证据来说 是吧 而且呢 历史上似乎有能够支持 外杂篇是庄子本人所做的 这个根据 我们近代的这个学者当中呢 就分成了两派 虽然认为外杂篇是庄子本人所做 那篇反而不是的 这样的学者 是居少数 但是毕竟有 而且呢 是一些大学者 这个 在这一派当中 这个应该 影响最大的 应该是任济于先生 人公是我 我非常尊敬 我非常尊敬 那人公呢 就 就一直都在讲 这个 外杂篇是庄子本人所做 而那篇不是 他的根据是什么呢 他的根据是史记 史记 司马迁为庄中 作传 那么 他引用了庄子里的画 人公注意到 司马迁引用的庄子的话 引的都是外杂篇 引的画也好 引的篇名也好 全在外杂篇 那篇 司马迁没引 那人公说 那很清楚 这就意味着 在司马迁看 外杂篇 肯定是庄子本人的作品 你还不能不说 这个 这个证据 你还真不敢轻 这个轻视他 因为你 无论如何 我们离庄子 都比司马迁离庄子远太多 那司马迁当然 去庄子的时代 近 而且那个时代 司马迁能看到的资料 肯定比我们能看到的资料 相关于这个 先秦时期的资料 显然要更多呀 那么他能够看到的资料 更多 那当然 他如果这样认为 他如果认为 这个 外杂篇是庄子本人的作品的话 而那篇不是的话 那这个 不能轻视的 所以这派意见呢 虽然 大多数学者不这么看 但是呢 也找不到反驳的 确切的方式 这个时候呢 就是相争不下 这个要到 这个问题的解决 要到上十几 八十年代处 这个 现在在北京师范大学的 留校感教授 是我们北达哲学系 中国哲学教员师的 这个博士毕业的 最早的那批博士 张大年先生的博士 那么他的博士论文 这个庄子哲学极其演变 在开头的部分 就做了非常详尽的一个考证 这个考证 基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他主要采取几方式 这个题目我非常快地说过去 非常 就是 最重要的 他有一个 找到了一个线索 这个线索是什么 就是按照汉语的发展 单字词的出现 一定是早于双字词 那一定先有单字 然后再有组合词 他就注意了几对的这个概念 这个精神 道德 性命 这里面性命还不是那么的突出 特别突出的是 精神 道德 在那一篇里 精神 道德 没有出现连用的情况 外杂篇里面 开始 频繁出现 精神 道德 连用 有的 有的人会想反驳说 你看他那个连用 也不是作为一个 完整的一个词 他也是在讲精和神 道德 但是 有连用的情况 和没有连用的情况 这本身 就是一个大的问题 而且 特别是精神这个词 当精神连用的时候 对吧 那你说 你一定要说这个词 不是一个单一的词 这个你要上下文 要仔细去读 庄子讲 这个天下篇 讲庄子 这个与天地精神 独往来 那个天地精神 当然是连在一块 是一个词 是一个完整的词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一旦明白这一点之后 这个 就能够知道 证明一件事 就是 那篇早一拜杂篇 那七篇早 整体上早一拜杂篇 然后呢 又跟 能够确定年代 跟庄子同一个时代 和早于庄子的时代 的这个经典 加一比较 会发现 跟庄子同一个时代 比如孟子 和比庄子 更早的这个时代 比如论语 这样的书里面 都没有精神 道德性命连用的情况 而 偏晚的 比如 庄子 比如 韩非子 就已经开始频繁出现 由此就基本确定 整体上在 那七篇早一拜杂篇 注意 这是 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一个考证成功 这也是我新书的 我的新书 写庄子 是完全以那篇 以庄子那篇的材料 为基础 但是这个不够 所以有人看这个 刘孝赶教授的 这个考证的时候 没仔细去看 刘老师的这个考证 除了这个 文字学 这个文字发展 与原发展的 这个规律 那个单字词 双字词 这个问题吧 他还有一点 他特别去做了统计 强调了 通过那个统计 你可以看到 庄子那七篇里 他那个盖链的交固 使用 那个概念之间的 交互使用 频率极高 那个概念之间的 交互使用的 频率极高 其实从一个侧面 反映出 一个侧面 至少从一个侧面 反映出 内七篇的整体性 所以一旦知道 这个内七篇的整体性 然后又发现 它的这个 出现的比外杂篇 作为一个整体的外杂篇 要找的 这样一个特性 明白了这个特性以后 那么内七篇 早与外杂篇 这件事就非常清楚 而早的时代呢 跟孟子一对比的话 发现孟子也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基本上就可以 那么庄子 内七篇 是跟孟子 差不多同样时代 这个文本 而历史记载看 孟子跟庄子 恰恰是同一个时代的 他们恰好都是 梁慧王齐宣王 这个时代 而其实庄子 那边里面 有一个人 其实就是梁慧王 就是 袍丁解牛里面的 那个文慧君 这个 崔传 司马喵都认为 这就是梁慧王 虽然有人反对 比如中泰先生就反对 认为不是梁慧王 我认为是 这个我有 我在新书里 有比较详细的讨论 这个当然 我不多展开了 总之我回到这个地方来 那么整体性 这里面第一点就是 由于 内篇的整体性 又由于 能证明这个整体 早于外杂篇 而又能证明 外杂篇大概的时代是 这个选子 甚至更晚的这个时代 所以呢 我们就大概能够 能够清楚的知道 这个内欺骗是 庄子本人的作品 还有一点 这个证据呢 是我 算是我给这个 刘夏本教授 做的一个补充 就是 内篇里 这个外杂篇里 有相当部分的篇章 是在模仿那篇 这里面最著名的是 秋水篇 模仿逍遥游 秋水篇 通篇是对逍遥游的模仿 这个是我在 我在中国这些食物讲里面 讲庄子那一节 我大概是用了 大概人小段话 二三十个字 应该是放到注释里面 在注释里面 大家是看我那个注释里面 是讲的这个 是完全一扇模仿 对吧 这个逍遥游 逍遥游七章 那这个分章 这个我不讨论了 有别的分法 逍遥游七章 秋水七章 逍遥游第一章 讲小大之变 秋水第一章 也讲小大之变 逍遥游最后两章 是庄子跟会师之间的讨论 秋水编最后两章 也是庄子跟会师之间的讨论 而连双方讨论问题 那个一致性 结构 篇章结构的一致性 还有一点 你仔细去看秋水编 对小大之变的讨论 然后你就会发现 差距太大 跟逍遥游差距太大 那个思想的深刻程度 那是远远不淡 就根本达不到 逍遥游的那个 那个小大之变的 那个层次和高度 所以当时回到这一部分 不多讲看来讲 那么 那庄子那几篇 是庄子本人的作品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 外杂片里有没有 外片通篇不是 这个我完全同意 我认为传深的讲法 是非常了不起 杂片里面 应该有 庄子的残片 我认为应该有 庄子的残片 我大概认为 有几处是要明显 庚仓储 就是杂片的第一篇 庚仓储片 庚仓储片当中 一段非常大的一段 那个应该是 庄子的残片 后面还有一些不顾问 总体而言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